那對於酒駕累患者增加影響名譽的一個處分 那公布酒駕累患者的姓名看照片 那那個部長 因為本期是希望說這次的修法 這個能夠透過文字為調 然後讓酒駕者沒有辦法再像躲在安全帽裡一樣 讓社會黨知道這件事情 醫生型的法條針對酒駕的累贊者是直接吊銷駕照 而最重的刑罰處分 但是都是成效不太好的狀態 現在就連酒精所上路之後 相關的配套還是讓外界來質疑 如今立任是出審通過了部分的條文修正案 原理在十年內兩次酒駕以上 是直接公布姓名和照片的個資 讓法界人士大表贊同 也希望能徹底來保護到命中的生命安全 國際消息要看到距離農曆新年不到三個星期